洗車場員工忙著洗車 不過卻有女子彭文說 每次經過這裡都讓她不舒服 我已經說了我很不舒服了 我現在還跟你們說我很不舒服 請你們不要再這樣做了 沒有啊 沒有啊 對啊 我們每次都只有你而已 對不對 雙方情緒越講越激動 女子稱在桃園首長街一家洗車場 員工從6月開始 只要看到她經過就會大喊拜拜 但她完全不認識 三個多月以來已經發生五六次 8號下午1點多 又聽到大喉拜拜 受不了長期騷擾 崇尚前理論 還控訴對方攻擊她的外貌 我覺得不是 他們就是很熱情而已 等一下你出去 我也是跟你講拜拜 再見 那是正常的事情 洗車場員工得知被爆料好意外 出面解釋過去根本沒看過當事人 事發當時也不是在對她講話 我是在跟我朋友聊天 我講了拜拜 因為可能我朋友要走 然後那個阿弟就叫拜拜 講一講難 因為她也是打招 我們不會說刻意說挑什麼 她一個人幹嘛 都不會 也沒有啦 都不會啦 我們也不會是說 就很無聊的 就隨便看到誰都要打招呼那一條 雙方各說各話 當事人覺得被騷擾 揚言要是對方再有進一步舉動 就會走法律途徑 目前也不敢再走那一條路 店家做生意也沒料到一句拜拜 竟然會引發衝突 TVBS新聞廖宗慶 蔡新魚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